今天特朗普迎来了被受煎熬的一天 美国众议员对他的弹劾已经正式提交到了参议员 一场紧张激烈的弹劾大战正在紧张进行 而在国际上同样有几件大事让特朗普颅耿在后 就在昨天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国际沃旋会议在德国举行 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等大佬都竞输到场 甚至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都到场 中国也派出了代表参加会议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老对手普京也被重点邀请参与 最终在西方国家众星捧月一般参加了辞职会议 并对会议的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看到普京和西方几个大国关系目前相谈甚欢 大家都在为利比亚问题出谋话车 直到这个时刻很多网友才发现 怎么不见特朗普的影子呢 原来美国这次来参会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和一直喜欢闷头发大财的中国相比 特朗普可是处处想出尽了分头的那种 而利比亚问题这么重要的会议 怎么能少得了特朗普呢 要知道美国对利比亚问题可是格外上心 特朗普已经就利比亚问题多次表态 表达美国的立场和关切 就在前两天 美国因为利比亚问题 还差点在海上和俄罗斯发生严重对峙 有时可见美国对利比亚的影响力 还是颇为在乎的 现实却是这次重要的多国会议 直接抛开了美国 而是欧盟唱起了重头戏 并且不顾特朗普的白眼 重点邀请了普京和埃尔多安 西方共同寻找关于利比亚的最终和解方案 欧盟几国不顾特朗普的反对 执意邀请普京和埃尔多安常会 让特朗普大为不爽 可能这也是他不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之一吧 而代表特朗普到会参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很明显被大家给忽略了 一直喜欢左右会议局势的美国 这次被无情地抛弃了 很明显西方国家也心里发出 因为特朗普连一核协议说失会就失会 不计后果进行舒莱曼的事件 并差点为这引起一场中东大战 也就是说有美国出现的地方 有的就是搅局和混乱 看来就连美国的盟友也怕了 怕不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 参会会搞砸这次沃澄会议 最重要的是 如今俄罗斯支持的利比亚国民革命军 已经掌握了利比亚90%以上的领土 而美国支持的利比亚亲美政权就惨了 归说在利比亚不足10%的领土上苦苦支撑 就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特朗普参会拒不做出烂谱和俄罗斯发生冲突 那么这次利比亚国际会议就只能够是无过而终 而根据不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的脾行 这种情况完全是有可能发生 可以中和利比之下 这一次欧盟直接抛开了美国 从而和俄罗斯和土耳其进行接触 从而达成一个各方都满意的利比亚停火协议 而事实证明没有 但特朗普前来猖会是对的 没有美国搅局的这次国际问题峰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几方已经达成了统协和烂谱 从而美国依然在世界上呼风放誉 实力乌克匹地 而特朗普为了美国伟大 不顾其他盟友的使祸 处处喷尖阳冒收保护费的行为 使得美国的形象净毁 尤其是特朗普上任以来 过度的骗他们有以色列 就连国际社会公认的 属于叙利亚的领土戈兰高地 也被特朗普大手一挥 直接宣布属于以色列 虽然国际社会大跌眼睛 也使得美国的公信力大人无处 也引发了中东其他国家的起身反对 巴勒斯坦更是声称将不再和美国打交代 美国不配做裁判 一个世界大佬 就在世界上世面点火 处处冒烟 弄得整个世界的局势动胆不安 是为这样的领头羊 怎么不让其他小弟能够感到心惊露跳 特朗普的行为让很多国家都大事说万 包括自己的盟友在内的众多国家 都纷纷地离他远去 很多国际会议也开始了 适应了没有美国的存在 都到这多注十大寡注 智古以来皆是露出的 在国际问题上 的确是绿绿碰壁 绿绿被打脸 公信力大量无蠢 所以很多国家开始不但美国完了 不但一些国际的重大会议 悄悄地开始了去美国化 新庄国家宣布了一个 美国心惊露跳的消息 那就是将逐步地 用自己的货币体系替代美元 而在此前 又与美国对伊朗实施的 只有制裁和美元制裁 法国 德国 英国 宣布与伊朗推出Angtags 让国美元继续与伊朗 进行商业来往 这似乎让伊朗安了一点心 但是为了防止特朗普发难 虽然推出了Angtags 但却没有怎么投入应运 这让伊朗不爽 但伊朗特朗普没有理由愤怒 这种两边都讨好的行为 最终证明的是 两边都不讨好 于是伊朗愤怒了 威胁要推出伊朗核协议 特朗普也愤怒了 说要制裁 任何以伊朗商业往来的国家 而这个时候 欧洲留国加路 这个欧洲反美元阵营的 力量大幅加强 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 对美国来说 肯定是非常被动 为什么这个时候 欧洲敢于联合 对美元发起攻击呢 一是为了维护欧洲的利益 现在的伊朗处境艰难 在美国的制裁下 伊朗的经济衰退很厉害 尤其是最近伊朗国内 发生的大规模的烧乱 这种大烧乱持续下去 伊朗的局势更加烂人担心了 如果伊朗的局势失控 伊朗为了抗击美国的压力 不排除廷而走险 研制核武器 这样一来 伊朗核协议就实质上失效了 这会让欧洲炉着侦探 毕竟中东的战乱 首先会让欧洲无法承受 大量蜂约而止的难民 伊朗现在发生大烧乱 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恶化 如果任由伊朗经济恶化下去 那么接下来就更难吧 欧洲也要尽快地 与伊朗扩大商业来往 让伊朗的经济得到一定恢复 这次欧洲六个国家的加入 对伊朗经济是个利好 第二个原因是 欧洲反特朗普浪潮正在形成 去美文化更加是坚决 法国德国已经深刻 并清醒地认识到 现在的美国已经将欧洲 当作殖民地 对欧洲各个国家 因此歧视 这让法国无法成熟 伊朗德国非常难堪 特朗普要的只是 让欧洲国家承担军费 而不是与他们商量一起做事 这个颠覆欧洲国家的利益 连德国也无法承受 特朗普不断指责 要求大幅度地增加军费 如果特朗普继续这样下去 欧洲与美国只会是 渐行渐运 欧洲要摆脱美国 真正意义上实现独立 一个是要实现军队的独立 一个是要实现货币的独立 现在欧洲在建立欧洲联军 这是法国大力推动的 也得到了德国的大力支持 而在去美元化上 除了赚大欧元的实力外 就是绕开美元 或者美元制裁别的国家 欧洲国家也将身受其害 无法与被美国制裁的国家 从事商业往来 而与伊朗建立 Anchitects机制 就是打破美元分锁的 大胆尝试 欧洲的经济总量 比美国还大 一旦欧洲联合起来 去美元 那么美元将会受到 巨大的冲击 刚开始是三个国家 现在是九个国家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 美国的对手越来越多 美元的超级危机 就会越来越逼近 而中国早就和俄罗斯 伊朗 叙利亚等石油生产过 达成了人民币换石油的 合作协议 这要在二十年前 美国的鼎盛之时 谁敢动美国的奶酪 美国分分钟 要你好看 看到了吧 不但美国一步步被抛弃 更重要的是 一直依附在全世界身上 吸血的美元霸权 也开始出现了崩塌的迹象 而如果美元霸权 真的土崩瓦解了 在台高筑的美国霸权 还能维持多久 不管特朗普愿不愿意承认 虽然在全世界 指手画脚的美国 虽然分头一浪强弛 但种种迹象表明 如今的美国 已是强弩之末 美国的霸权 崩塌的终身 已经开始敲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in Los Angel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来两个字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